看一名顶级保镖是如何保护自己的雇主的 男人名叫温昆 是泰国排名第一的保镖 他的服务宗旨就是 绝不能让人伤到雇主一根毫毛 阔胡 自己除爱 今天是他的泰国首富雇主 和某国际能力有限公司签约的日子 殊不知这里早已布满了杀手 好在温昆敏锐立强 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危急时刻 他一个飞身将老板扑倒在地 掏出枪枪展开了激烈的反击 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 他愣是没让老板挨上一颗子弹 并在工具老板的辅助下 完成了一个个又帅气又装逼的高难度动作 见被逼到了墙角 他更是用老板硬生生撞出了一条生路 可不料外面也是重重包围 尽管温昆奋力厮杀 老板还是不幸中担了 好在枪伤不致命 富豪被送往了医院抢救 最后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 准备后事吧 这可不管温昆的事啊 送来时还好好的呢 首富死了 儿子小蔡继承了亿万家产 可温昆这个泰国第一保镖 好开心 不是 好难过呀 难过的小蔡认为是温昆保护不力 把老爸的死权怪在了他头上 还叮嘱温昆不要跟着他 他可不想像老爸那样死掉 董事会上 律师宣布了小蔡继承父亲总裁的位置 有个小胡子股东表示不服 认为小蔡就是个菜 啥也不懂 幸好小蔡还有个叔叔 让他不乐意就滚鼓子 小胡子虽然表面服了 背地里却派出了一帮杀手追杀小蔡 不过小蔡可是带了大量保镖的 在保镖们拼死的保护下 小蔡果然没不老爸的后尘 不过也跳下桥下落不明 小胡子猜测小蔡逃到了温昆那里 因为温昆是泰国第一保镖 所以这次他找了专业杀手团队 走路都带风的那种 黄毛一脚踹开温昆的家门 然后 然后就双腿一登革屁了 看着光速死去的同伴 惊艳老道的杀手问儿子 安静 是爸爸 你爱爸爸吗 当然爱了 那你先进去 看着死去的儿子 对面的小伙子紧忙先发制人 爸爸 什么事金罗 你爱我吗 爱 但是你必须先进去 得 这下没儿子坑了 两个父亲只好一起冲进去 为了不让温昆有反击的机会 一个老头使用了360度 无死角旋转拍枪 然后 同伴就被他射死了 温昆趁机逃走 跳进了楼下的泳池里 老头也不怂 跟着跳了下去 只是落地的位置没选好 温昆含泪捡了老头的装备 但自己唯一的遮羞布 也不幸丢失 只好随手拿了个玩把 重要部位盖上 警察看到温昆拿着枪 在大街上裸奔 紧忙摇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把武器放下 现在举起手来 两只手都举起来 我看只举一只手就够了吧 既然这样 你就去搜他的身 像他这样子 还有什么好搜的 那可不一定 也许他把武器 藏在那个碗里边 警察意识不知道 怎么处理温昆 便把他送去了疯人院 温昆也是入乡随俗 和病友们玩得不亦乐乎 怎么样 掉到很多鱼吧 你疯了吗 没看见 我是在铁罐里钓鱼吗 哪有什么鱼啊 你这是疯得厉害 真可怜哪 很快 富豪的妻子就把他接了出来 让他务必找到自己的儿子 此刻小菜正躺在垃圾堆里 一个捡破烂的捡到了他 并把他带回了家 这家人憨厚老实 淳朴无比 在夜店工作的女人一眼 就看出了小菜的手表很名贵 便忽悠他当了手表 然后裁药了一半就把他收留了 殊不知他看上了小菜的钱 小菜却看上了他的女儿 经过几天的接触 他发现阿波不仅长得好看 而且还心地善良 经常出去做义工 不像他那变态同志哥哥 只想缠他的身子 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小菜 在这里也感受到了淳朴的民风 和穷人的无力感 便偷偷给村里捐了一所学校 还在学校里当起了义务老师 久而久之 俩人也就亡八对绿豆 看对眼了 就差倾囊相受 深入交流了 可好景不长 这晚 村子附近发生了车祸 小菜跟着阿波一起去救人 结果被电视台给拍到了 导致他的行踪暴露 第二天俩人去超市购物 正准备结账的时候 突然冲出了几名杀手 将他俩围住 好在超市收银员偷偷踩下了报警 很快警察就包围了超市 并派出了警戒双雄前去制服歹徒 结果俩货刚耍帅不到三秒 关键时刻 还得是温昆靠谱 只见他开着一辆出租车冲进超市 并在热心少年托尼甲的帮助下 轻松干掉了所有杀手 虽然温昆就出了小菜 但小菜并不领情 因为温昆没救他心爱的阿波 小菜实在放心不下挚爱 便趁夜偷偷溜了出去寻找 结果还没走出二里地 就又被人给挟持了 他被带到了一个仓库 小胡子让他签署一份授权书 不然就要打了他的叔叔 小菜虽然喊得那叫一个悲伤 但并没有付出实际行动 直到他的妈妈也被带了上来 小菜才乖乖签下了字 不料事情还有反转 小胡子拿着授权书 竟然转头就交给了他的叔叔 原来叔叔才是幕后黑手 小菜老爸的死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但这时律师发话了 说授权书上必须要加盖公章才能生效 而所谓的公章 就是号称泰国第一保镖 温昆的手印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温昆单枪匹马来到了仓库营救母子 但仓库内禁止使用枪械 温昆只好丢掉枪枪准备肉搏 对方也非常讲江湖道义 只派出了一位得力干将以他单挑 涂料缸走到楼梯口 第二位出场的是一个泰拳高手 他每踩一脚 都宛如山崩地裂 不料一脚踩在了钉子上 可即便如此 泰拳高手依然发出了猛烈的攻势 在踢了温昆七七六十四脚后 他终于把自己的腿踢废了 第三位出场的是泰国黄辉锋 不愧是压轴的爵士高手 温昆被打得节节败退 见对方如此厉害 温昆也不在藏桌 使出了在神秘东方的大妈们那儿学到的 王长武 不愧是让所有年轻人都闻风丧胆的舞种了 爵士高手被这种武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很快就被温昆踩在了脚下 叔叔一看爵士高手都拿不下温昆 也不讲什么江湖道义了 打掉进枪标时就开始朝温昆开枪 可温昆是个保镖啊 用枪他可是专业的好不了 轻轻松松就干掉了小胡子并打残了叔叔 最后叔叔被警方逮捕 小蔡带着豪车队伍赢取了美娇妻 而最大的赢家莫过于温昆了 他竟然和小蔡妈妈搞 幸福生活在了一起 财富贵妇儿子三丰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